字幕提供 當數位板的電源打開之後 游標器拿離開數位板 則右上角的燈會閃爍 當游標器放上時有感應 則確認板子是否好的 數位板的內部是可以設定 把游標器移到Config的ESIT這個地方 當游標器移到Config的ESIT的地方 右上角的燈會熄 右上角的燈會熄到 點一下 Config可以Config A B C的啟動任何一組 假設規劃D A組 就選擇A A組裡面呢 因為數位板可以設定不同的形式 接不同的軟體 所以當游標器1到1 用哨掌分量 1到2量3席 這個部分呢 可以一一的是檢測 到底這個數位板要規劃成什麼樣的軟體 比如說接AutoCAD的 或者接服裝的 或者這些鞋的 它的設定通通都不一樣 那A射完之後再射B 然後一樣可以去檢查每個的量 如果第七個應該要亮 但它卻是C 到第七個地方點一下 它燈就亮 點一下燈就C 所以相對的C也一樣 弄完之後只要選擇Save 看出來Default組或第二組或第三組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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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